8月2日 宋家被爆耍大牌 曾收工后 让助理凌晨去拿半包吃剩的饼干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网友爆料 某女明星和团队去拍摄物料 当时她带了一包饼干到现场 还玩忘记拿走 收工的时候已经凌晨了 但该女明星突然想起吃剩的半包饼干 就让助理打车去拿 很多网友都在好奇 到底是哪位女明星 一包饼干不要了可以重新买 为何要让助理大半夜去拿 随后爆料人摔出了一张女明星拍摄现场的照片 很快就有人指出该女明星疑似宋家 画面中女方坐在床上 旁边放着多本杂志 地上摆满了名牌包 镜照来看确实是宋家 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多年前 照片显示在2015年4月 得知是宋家后有博主表示 也不奇怪 她还曾说过演员是高危行业 当时遭到不少网友吐槽 既然演员这么不好当 为何不退出娱乐圈 如果演员都算高危 消防员建筑工人等 这些人职业又该怎么说呢 如今宋家被爆耍大牌 对子你怎么看呢